家里还有那个鸡腿 红烧一下很快的 今天晚上我做饭吧 妈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跟我爸吵架了呀 昨天晚上我出去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因为我吵架了呀 谁让你把考试考成那样啊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平常成绩也没那么差 我就是故意的呀 妈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 进了考场能搞出什么成绩 决定性在我 跟我爸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也充分说明了 我爸他根本就不关心我 他连我平时学习的状况的事 什么他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 妈 那你 站在我这一边吧 我觉得吧 你现在就考虑将来要做什么 还是有点早 你呢 先把高中读完 从今天起 妈妈陪你一起学习 好吧 妈 你买这么多番茄干什么呀 嗯 叶妈 你是不是想做那个番茄炖牛腩啊 但你这 没有买牛肉呀 丽雅 你看我这糊涂的 要不咱们再去趟潮湿吧 没事 没事 我再看看 切 萝卜 洋葱 喂 妈 这些食材可以做那个罗颂汤 家里还有那个鸡腿 红烧一下很快的 今天晚上我做饭吧 那可不行 你得好好学习 要不你爸回来看见了 你又该挨揍了 妈 我爸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 他要加班 对啊 所以可能我做完饭 我吃完饭了他还没回来呢 妈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做吧 我做完了马上去学习 行吧 饭前你可以放松一下 但是吃完饭以后你得好好学习啊 好 哥 你真行啊 做饭像不像样的 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你可比我们曼姨厉害多了 曼姨啊 她连个荷包蛋都不会做 你们家也不需要李妈阿姨做饭啊 也是 我们有阿姨 我跟你讲 英国那儿都没啥好吃的 我都不想回去了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还不想中考呢 你干嘛呢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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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周叔好 我给他做个泡泡水 你泡泡水多大了呀 不坏点泥玩啊 你把中中都带坏了 你学习了吗 学习啊 这不刚吃完饭吗 你就就这么玩吧 你俩俩一块糊弄我 我怎么糊弄你了 我下午买了一堆参考书还有卷子 我这就已经想好了要给他补课呢 儿子挺聪明的 成绩也没那么差 都是你太专制 我怎么专制啊 我专制给他把成绩给专制下来的 他成绩是不拔尖 但也能说得过去 考个高中肯定没问题 而且儿子挺懂事的 我今天不舒服他还知道给我做顿饭呢 怎么到你这儿就一无是处了 他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想干什么 那没错啊 你好好跟他商量 你总是这么凶 他能听得进去吗 他都逆反了 还逆反了你就这么护着你 以后儿子的事你别管了行吗 都我来 我保证他考上高中 行不行 至于怎么做 你不要插手 你成天这么吵吵吵吵 吵得我脑袋都炸了 他也学不好 真是我 在等什么 你还信不过我呀 那行 你自己来 你自己来